好 等待了一段時間 不好意思 這個距離應該暗暗好 要保持適當距離 要保持適當距離 我要跟你保持適當距離 是啊 沒錯 我怕有人怒忌 不過你跟我這麼近 我遠一點 那今晚真的很高興 今晚我們可以看國族 不好意思 剛才準備國族的分析 入圖要久一點 始終有一看國族是開心的 是高興的 所以要準備久一點時間 還有看完場播之後也要沉澱一輪 相當精彩的場播 再加上剛才李小鵬做訪問的時候 有記者有問 李小鵬 小心點 是 李小鵬 李小鵬 剛才有記者問到李小鵬 就說國族又失利 李小鵬說了一句 我覺得就是重點 大家不要只看到 不好的國安面 是不是 我跟其他人不同 我看著積分榜 我只看到好的國安面 哈哈哈哈 好的國安面就是高分於越南 是啊 人生就是這樣的 挺開心的 哈哈哈哈 大家好 今晚除了講國粥之外 今晚我們也會講 關於限制國外借用條款討論 加上一些國際賽的回合 沒錯 嘩 你這麼快回合 都可以回合加少許焦點 是啊 其實剛才也在踢 或者現在也在踢 部分亞洲區是一杯外圍賽 所以也有其他區 但是沒有亞洲區 也沒有大洋洲區 對的 但是 因為我上個 我不是上一集 上一集 阿尼在開車的時候 在跟我說 這個禮拜是國際賽嗎 這個禮拜不太國有 哈哈 有的 有些什麼 其實 南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區 另外當然 非洲區 也算是在踢 非洲國家杯 也算是在踢 亞洲區 也算是在踢 也算是在踢 斯朗和美斯 都沒有機會在世界杯 入到中國 這時候已經值得興奮 高興 兩個都沒有入過 是啊 我覺得 這個世界 有些國家 都參加不到 這個決賽 就像荷蘭 意大利 也試過 葡萄牙也試過 等一下 這個要插一插 高山提前生日快樂 你好像知道高山什麼時候生日 等等 你提前捉我生日快樂是沒有用的 你霸一才跟我說 到時候 看看星期一 哪位主持在這裡 跟高山捉他生日快樂 不是你嗎 我不知道 可能我也要捉其他人生日快樂 你想順帶他在這裡跟誰說 不是我只是這樣說 有很多 聽眾也有Eason 看球台聽眾 我們中華碼頭主持 我的拍檔Eason 都是跟你同一天生日 原來這樣 真的高興 可能我要去職負那邊的派對 就好 那暫時先這麼多 是嗎 不是還有更多嗎 應該要賣一些關子 原來有賣一些關子 有要賣關子 先多謝Kingston 23元可以買到一個蛋糕 雪方蛋糕 都好的 其實我們不可以這麼不孝 今天多少號 今天27號 但是呢 在前日還是昨日 阿摩爹生日 已經這麼高興的日子 應該要做蛋糕吧 先做蛋糕 先做蛋糕 聴一聴阿摩爹 真的 星期一做節目 問號 過年就休息一下 不行 星期一一定要做節目 平生這麼簡單 台慶 總編生日 等台慶 等一下 不是台慶 我不代表全部 OK 很難這麼說的 你知道嗎 然後 我愛房中圍也做了十五元 可賀你 謝謝你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今晚沒有宗教節目 今晚應該是有的 今晚應該是有的 除非沒有 另外做國足迷更慘 萬迷 我覺得做國足迷 從來都不慘 做萬迷都從來都不慘 兩樣都這麼開心 所以兩樣東西我都可以推翻 重享受 是啊 如果有哪些剛好有支持萬迷 又支持國足 加上胡人 人生洋家 不是 根據獅子的理論 應該是要支持藍華 四樣 那就是人生洋家 藍華 萬迷和胡人 什麼 想當年反萬大聯盟說什麼 足壇的三大邪惡力量 國足絕對不邪惡 國足絕對不邪惡 我們今集內容 會涵蓋日本對中國 加一些國際賽的分享 然後講一下國際賽的期間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波羅斯 限制這個球會 最多只可以借出六個球員 因為我們通常都會趁國際賽當期 找一些專題講一下 對 今集就 下星期就轉會 下星期就轉會總結 所以今星期就把機會講一下 球壇方案的探討 另外就 嘩Michael 多謝你 真的 你應該就是我們認識 因為我們認識了Michael 中環碼頭主持 也是我的好拍檔 你不可以這樣的 節目又要你做 今天又要你做 開心 就發生了 真的 謝謝 其實日本也很一般 待會我們可以講一下 因為其實長波 如果你本身支持日本 踢得好一點的話 我想日本的各種不好法 大家應該都知道 有幾不好 是這樣的 對國足長很難踢得好 很難踢得好 然後就說 高先生你好 和阿維和Sam 好 愛高先生我 真的 初一對越南 衝起下 正式入正題 正式入正題 第幾集 第幾集 這集是 突然間問這個問題 這集是 484 你電腦還沒做什麼 黑糕了 黑糕了 真的 剛剛提完查奧爾之後 黑糕了 但是 我們看看這場 中國對日本 結果 都不太令到大家意外 是 老實說 我們經常都會問 戰果 反不反映戰情 我又覺得 都反映的 因為你說日本值不值得 入大勝的話 我又覺得看他們的踢法 或者看他們的整合能力 就真是 像阿倉主仔所說的 其實日本也很一般 但是泡落中國的基本攻 都還沒成功 水平很低 不過日本老實說 都沒有發揮到最極致的界 踢得不用說 好水銀射地 其實那兩球 老實說 一球是十二馬 另一球是中三紅太太 左路傳中波 接著就 禁區頂 十二馬頂 十二馬頂附近 就走掉了 伊東純也 所以其實都 算是一些簡單 直接一點的攻勢 但是中國真的 沒有什麼還擊之力 但是他們 又沒有任何的 進攻套路可言 所以兩球我覺得 是合理戰果 我想你講到 國足那一筆之前 我想都先講了日本 因為森寶一 他仍然還在位 我想很多 日本的球迷都會覺得 也是拿回以前 我常常衡量教頭的三個原則 就是場面戰績加換血 那換血 也包含到用人 是不是 森寶一的用人 我想你不會很滿意吧 都濕制的 都不是濕制 那麼簡單 也是濕狗 不過是這樣說 其實這場球 有幾大的進攻 我覺得我會形容為 很sharp 很有靈性 可以一幾支 改變戰局的球員 就全部都放在後備 譬如唐安律 救保健英 那些 或者有些人沒有入選 譬如說 一些日本 譬如是蓮田大地 那些 近年在歐洲頂級聯賽 證明過自己的 日本的攻擊中場 都沒有入選 或者是 不是正選的 我覺得 現在 或者是今場 這套 這套 4-3-3的證色 也有些圖 弄了給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二張圖 如果你弄了 第二張圖 因為我們剛好講 日本的 證色 上 這張圖 講了日本的證色 一起開來給 拍檔看 其實 這張圖 不能夠長區的 十位日本球員 但這張圖 也揭露了圓圈 那三個 就是 那三中場 即是4-3-3 比方的 比較深 就是遠藤行 另外在前面 那兩個走動型 就是收田英正 和田中碧 我覺得 我覺得 整場球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始終4-3-3和4-2-3 是不一樣的 那你這個4-3-3 其實你很講求 除了有一個 鬥著之外 另外那兩個 你那個功能 和那個分工 夠不夠細緻 特別想說一下 守田英正 因為他 是 我覺得這場球 他的定位很尷尬 防守 遠藤行 這個大哥鬥著 有時折擊 又沒有輪到你 加上對面 連攻力也有限公司 那進攻 又不是很多 後上壓進去做 攻門 撞射那些鏡頭 那他又不是 田中碧 那些扔著球 可以做到派派 或者給到一些 很獨到的邪直線 一些富球 劏穿對面防線 那些 所以 如果 我就在想 當然 這個就是 一路日本球迷 對於深保一的 少少的意見 就是 用人是保守 陣式是保守 進攻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變化 那樣的迂迴 你看這場比賽 簡單 一個戰術的部署 這套 你就知道 你一明白為什麼 其實去到下半場 中段 他才 當換入九寶健英的時候 他才在大局異地的情況之下 試一下一套 四二三的陣式 就抽起了 其中一個防守中場 嗯 所以 我想 都 你對著 即今場對手 是中國 你去到其他 過關 年尾世界盃 怎麼辦呢 這個都要請示 那現在 我們可以講一下 日本的 我們除了講日本的場面之外 我們再講一次 一場球完之後 其實現在日本的出線型 因為我想 可能還有一些球迷 沒有關注亞洲區的外圍賽 沒有太知道 其實日本贏了這場比賽之後 對他們的出線前景 還有什麼影響 之前和之後的變化是怎樣 OK 因為 贏了 日本仍然保留理論上出線的可能 大家看看 理論上出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今屆世界盃 就是在卡塔爾舉辦 換言之 已經推出了亞洲國家的名額 現在日本身處B組 排在沙地阿拉伯這個榜首後面 但是 雖然日本數字上落後沙地是1分 即是七輪拿15分 但是沙地是六輪拿16分 所以沙地應該可以 壓到日本拿了小組的首名 是的 但是在日本 現在七輪拿15分 澳洲就是七輪拿14分 你覺得 在往後的賽程來計 日本在出線的形勢上有什麼變化呢 因為日本之後兩輪的分組賽 就是要接連對沙達拉伯和澳洲 當然有一輪就是2月1日 只是說幾天後 總編3日之後 原來這樣 來到曲線提醒我生日 是的 都要記錄下這場 即是日本和沙地阿拉伯的較量 之後日本就會跟澳洲 打這個六分球 你可以說 再說一次 分組賽頭兩名才會直接出線 第三名是要打富加賽 所以這一組其實都是3-2的格局 我相信阿曼不會追上來 我相信 所以看看哪一隊這麼不幸 要轉戰富加賽 阿唯 富加賽不是富加一場 富加兩場 富加兩場 很辛苦 要對隔離A組那邊 即是南韓那一組的第三名 然後贏了 再對其他州 今次是對什麼 今次是對大洋洲 今次好像是對 每次都不同 但真的是南美洲 我們先試試 又試過北美又試過南美 先試試 我們再檢查一下 沒有整個人記錯了 是 因為一陣子可能對大洋洲 或是美洲 印象中就不是大洋洲 大洋洲通常是對中北美洲 我去南美 我肯定是南美洲 謝謝漢海人 Wallace 你現在有空可以去南美洲 我記得第五名是秘魯 但是南美洲很近 沒錯 很複雜 如果是日本對秘魯 這個起碼可以 大家都知道 這個秘魯 這個秘魯 但現在南美洲很近 四目七都差一分 所以現在秘魯 都不代表什麼 南美洲那裡 待會再補充 日本那裡 有看的朋友們 我覺得 我不敢 因為我為什麼 有些保留 因為可能這場對中國 可能森保一 就留一點 還沒有很全 尤其是中場 剛才說的 田英正 田中碧那些 或者下場對著 沙達拉伯 再見到真材實料 都還沒有頂 我不知道 但你這樣看的場面 就看到日本 雖然放了4-3-3出來 但是進攻的人手 又非常欠負 是啊 或者進攻模式的模式 比較單調 其實進入那幾球球 老實說 現在又看看中國的部署 中國的陣式上的部署 為什麼特意 拿中國來講呢 因為你知道我們很少 對中國做什麼戰術分析 或者有什麼 不算有太多 你可以有戰術分析的 可以 可以有的 因為始終 不是少 應該是未 我們做了四百多集 差不多五百集 都好像真的未試過 我都接近聽到最多的歌 是啊 那比連隊有沒有做過 沒有什麼 應該沒有 香港隊戰術分析做不少 早期的時候 是啊 沒錯 平心而論 因為這次是李小鵬首場國家隊的執教 的處子戰 還有呢 下年說的是 2023年 亞洲杯 中國是主辦國 也要留意一下 另外 當然這次入選名單當中 有戴生 戴衛進 就是首次入選 首次出場 我又 大衛進 大衛進 我 我 所以呢 留意一下 中國隊到底 有新主帥之下的表現又如何 這個就是我今天 和總編講 說這場比賽的戰術分析 少少 講少少名單 名單裡面 其實現在27個入選球員當中 有17個 都是連過30 這個就是 暫時這一刻 我覺得中國 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年齡老化 入籍兵那些 歸化兵那些 我覺得是後華 最大的問題是 你那個換血 剛才你說的那三樣東西是什麼 場面戰績加換血 換血那裡 我想這裡真的有牌子 換血的東西 就不外乎 第一入籍兵 中國隊又開了這條路出來 大家現在看著中國隊入的 這一批 球員 這一批所謂的入籍兵 其實戰術的地位上面 他們有沒有一個足夠的發揮 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我覺得 要看中國隊的表現的空間有沒有提升 其實除了是你入籍兵 已經扮演了幾多的角色 就是那個角色那裡扮演了幾多東西之外 也是要看的就是 其實近幾年來 中國都說 要開始收集多些年輕人的球員 但是你從這一輪的那個比賽 可以看得到其實 換血在綜合這兩方面來說 其實做得有多好呢 要給時間的 很明顯 又給時間就是交學廢論 對 但是最搞笑的一件事就是 給完時間 之後 開始沒有戰績 後來又離開 然後又有一個惡性循環 新主帥上任 又給時間 然後 搞來搞去都不能換血 好了 說了這麼久 另外有些什麼歸化兵呢 其實 費蘭丁奧 他也是首次入選的 費蘭丁奧 因為這個世界都很多朋友 聽過名嚇唆 費蘭丁奧 總之現在大家檢查是哪位費蘭丁奧 然後 其實就是阿萊斯奧 這兩個都是在恆大 廣州城 不是廣州隊 廣州隊 廣州城是什麼來的 廣州城 你說得好像萬城在廣州開了一隊球隊 廣州隊的球員 聽過本城 廣州城很漂亮 但是這兩個歸化兵 其實已經離開了廣州隊 變成了自由新球員 所以那裡又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廣州隊的經營問題 幕後的集團那樣東西 不過這樣就不開展 那個不開展 那看一下張濤 不好意思 先講了這麼久 先講到張濤 進港之前先拍一拍聽眾 為什麼我們要分析中國呢 就是等於我們怎樣分析管理 就是你好球隊的分析 就是沒有那麼好的球隊的分析 大家要知道 是不是 好球隊的分析 就是這樣 好的 我們說不好的都要說 更何況中國都不是不好 中國好到不得了 好到混蛋 全能都混蛋 全能都混蛋 這一刻你這樣做戰術分析 但是講到 其實部署上面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很明顯 兩個日本隊的入球 都是關於中國隊的左路的防守 或者 左閘政爭的位置 因為 這張圖 就很明顯 4231的陣式 其實 我圓形圈著那三個 又是中場的那三個來的 剛剛日本就 一個遠同行鬥著 現在中國這裡就兩個防守中場鬥著 而前面 前一格那個 就是隊長的吳希 吳希本身其實是一個 不是一個攻擊中場 或者不是一個playmaker 的角色 所以其實 這場中國都知道 想和日本搶中場 就擺三個折擊力較強的中場球員 另外左翼其實他是用好俊文 好俊文我想 德國球員都很熟識他的 但是擺他在左翼 但是其實他也慘了 34歲 其實擺邊路就不太適合了 他在球會已經不再踢邊路位置 但是很明顯 擺他在左翼就是想在邊路的位置 鉗制一下 近期在國家隊發揮得很好的伊東順也 這場有入球 連續三場的日本隊的賽事 他也有份入球 所以他的用意呢 這場比李肖鵬的用意就是在這裡 除了你說中場 擺多一些自己的球員之外 左翼都找老大哥的好俊文 嘗試幫幫忙 鉗制一下對面的右翼 但是 你看到其實是不是 在報紙上有問題 還是用人上面的問題 比較明顯 那就要準備看看下面那張圖 那就麻煩了 麻煩了 可以開那張圖 因為 其實這場球 鄭曾為什麼會是 我想 我不知道賽後有多少 國內媒體會說 但是我看頭11分鐘 我數了已經有三次了 日本隊在進攻的右路 把直線 或者配合 都會令到中國左邊的報防很吃力 在入球之前 即是入第一球之前 其實伊東長有一下 只不過是僅僅越位 接著搏到十二碼那一下 就是這張圖了 又是右路發動的一次攻勢 這張圖 首先是中前場 插一些直線 插一個斜直線下去 接著 其實右邊 你看到圓形圈著那兩個 紅色那兩個 一個就是鄭曾 一個就是浩俊敏 你也知道 其實是修法後 想形成一個五人防線 這種招數 我想很多教託 在防守上面的部署都會做的 但是 日本隊那邊 其實很輕鬆 不是看管得很緊密 這就是伊東長也 和螢光幕 右下角的 就是後上上來的 酒井宏樹 結果又怎樣 結果又要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就是 箭嘴那個 就是日本的全球路線 直線 一個三角形 你看到中場 再插上去右路 再給酒井宏樹 然後給一個直線 已經送到伊東長也 然後再右邊的全中球 就能駁到黃新超手球 所以 你看到 就算你有這樣的部署 在執行上面 你也做不到 這個就是 你 今場塞第一球球 這個很簡單 你球員的執行能力 發揮上面的問題 嗯 嗯 我想 如果你說到球員的執行能力 問題的話 但現在你很明顯看到媒體的輿論 就不只是針對球員的執行能力這麼簡單 是吧 不如你想一下 對照之前李鐵那段時間 其實球隊的防守佈置 是不是真的有提升到有進步到呢 我反而覺得 譬如拿回立比那時候去做討論的話 大概都可以看到球隊 譬如有時候換些四五後位切換 那些其實都可能配分得不錯 但是現在 我覺得可能就環繞兩樣東西去討論 第一就是你用人那方面 就是 是不是跟過往來講 有變化 所以就令到 就是李小鵬的那個 原的指令是執行得不好 還是 李小鵬自己本身做的事情 其實可能跟李鐵都不會差太遠 我覺得呢 就是這次 西班區外圍賽 我看 這場是第三場看的 中國都是賽事 我覺得 企衛布防上面 那個緊密度 中後場 密了一點 略略好了一點 但是 我又不敢說 到底是真的你好了 還是對手根本 放鬆來踢 嗯 有時候這些很難去衡量 但是 我只能夠說 用人上面 在排陣上面 部署是 有些心思 但是始終畢竟是李小鵬執掌的第一場 就算你有心思 也要看球員的執行力 這個很明顯 就 沒得給 另外 講漏了 不好意思 講漏了另一個部署 就是把舞女放在右翼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差的安排 全場舞女 看到李鐵 全場舞女的 電波次數 或者她對進攻的參與度 都是小之有小的 最慘的就是 當你上半場 或者我當你 去到下半場 60分鐘左右 你看到這對球 可能在進攻上面 沒有什麼起色 你要動一些東西的時候 嗯 但你依然會看到 舞女是被安排於 右翼進攻的位置 你把你自己最強的那把尖刀 都會繼續削減它的功用 這我覺得就是令幾多球 不是廢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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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邊相 國足我們是不是都講得差不多 是 我們嘗試有戰術分析 是 日本呢 我反而想討論日本那邊 因為我覺得 我先插一下 因為你要講完中國幾個廢 然後你才知道日本幾個廢 你踢到這樣 這麼辛苦才移比力 我想直接說 因為我自己看日本球迷的推特 他們一個人都叫森保一去死 哈哈 是今天還是 今天啊 就是剛剛 就是剛剛的 是在長波進行的時候 應該在推特裏 叫森保一去死 是啊 是 你想一下 現在不是我們的戰術分析有問題 而是國足沒有戰術分析的價值 嗯 明白嗎 其實呢 我現在不太介意 因為呢 本身是想截圖的 但是因為 長波結束之後呢 我看到那些重播網站呢 還沒有放回長波的足本重溫 所以其實呢 你看到我記錄下了一些時間 那個時間 但是我沒有辦法截圖上來 所以呢 有些時序呢 譬如 17分04 22分16秒 這些 鄭曾我想點出他在防守上面的一些弱點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唯有就是在一些時間上面 如果大家有機會 聽完節目之後 你拿回一些時序 聽回那些 看回那些錄播的場面呢 那就可能對應得到 那其實當然啦 這場比賽 你說日本有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就是譬如 你 中國回頭 或者就是很 很貼近現在現代化的 風格或者執行呢 就是 由弓轉手 打回頭 波到人道 緊貼住你 等你在防守之餘 你也沒有反擊 因為你為什麼沒有反擊 就是因為 對面都緊貼住 拍過去 令到你不可以很 鬆容地 交球出來 那你自然在組織 攻勢上面 流暢度就會減退 就是 是不是可以拿一個定論呢 就是 如果你上半場 你有眼所見的 中國隊的 那半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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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 五隻手指都數得了 至於那兩次射門 其實就是 其實全部都是來自下半場的 大家都記得 一下子就是 葦西豪 一個佛球 都幾近磅 另外一下子 其實 都是一個死球攻勢 因為就是 過了半場 沒多久 然後打一個佛球 然後對面解圍不遠 禁區頂就是 吳熙 一下子 冷戰在禁區頂 也是不中籠的 所以其實兩下 都是一些死球攻勢 製造出來的攻勢 那三波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 板虎可言 那反而 Yin S就說 會不會講一下 尤戴 那也一定要講一下 那 當然要講一下 因為他出來 其實就是打一個攻擊中場的位置 是 就代替了 吳熙那個位置 就把吳熙推回後一格 因為吳熙本身是一個防守中場 或者其實他本身也是適合 踢中場防守的角色 但是他進出來了 明顯地 那麼 中前場是 多了一些生氣 多了一些朝氣 但是你也不難解釋 因為 剛才我也講過了 二十七個球員 裡面有十七個 都是練過三十 陣中 最終 年紀第二世 有沒有記錯呢 就是戴衛俊 那麼他在前面當然要做多些跑退的工作 要不然就說不過他 對吧 嗯 嗯 那麼幾下酷波或者轉向 叫做提供到多些變化 或者Lively 好了 但是問題是你一個Lively沒有用 始終其他隊友配合不到 這場球其實另一個中國的弱點就是 很多對面日本的放過頭球 你回追的那一刻 反應和敏捷度都是慢 這個也是解釋到的 因為始終你對球老化問題嚴重 那麼你就出現這些問題 會不會 會不會 算了 其實還是說回國宿先 會不會其實 串打一套5-3-2的方法會比較好 他也試過 但是當你後防的部防 或者你的整體的棋位 你收到很後 或者你本身的防守的取態 就是由中線開始打後 你才去做的 而你反擊 你上腳 對面又拍到近 就是拍到近 迫你 你 陣中一些球員 又沒有什麼打反擊的旗子 所以無論你打四人防線 還是五後衛 你最多都是後面的人 多過人 十幾十年前那些多過人的概念 但是在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在防守上 這件事已經是落後 你只靠人 我都不用說十幾年前 你拿納比那時候的方法來比較都可以 你看納比 起碼三四五後衛轉換他也跟你玩一下 所以剛才那個截圖就是 右邊的攻勢那一刻 你看到 剛才說人數其實是有的 其實不是沒有人的 但問題對方是很簡單的 兩個 三兩下手勢 這樣就已經能夠做到攻勢出來 以及入到那個危險的位置 去威脅出來 所以 純粹人數改 其實我覺得 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這個問題也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所以 很難搞 是啊 Sam說了一些失球 我們看看第二個失球 Agent 麻煩你最後的圖 就是下半場第二球 不是 應該說全場第二球 就是 剛剛換出來中山洪泰 左路的全中球 去到尾處 你看到 在這區裡面圈著一個紅色一個藍色的圓圈 就是鄭曾對著伊東純也 其實 人數足夠的 人是有的 但是最後 你看回入球的那個 慢鏡 你就知道 伊東純也頂的時候 完全站定定 就是鄭曾來的 所以 有時候 也不是說 你人數裡面 有多少 五後衛也好 六後衛也好 你始終 對面 不斷地排山倒開 你防守不集中 或者你應對能力慢 就會出現這些情況 是啊 兩樣 一就是戰術上 就是安排上 就是賽前的指示 第二就是個人本身的意識 譬如你說 這球你看到 對方的球員這樣試進來 其實 你任他頂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超越了戰術安排上 教練可以做到的事情 譬如 球員自己的意識 是奇怪到這樣的時候 就是 你來頂就好 這樣 教練有多少安排都沒有用 所以 兩樣東西都要相互相成 剛才都說了 不好意思 因為始終找不到 一些比賽重播片段 但是我錄了一些時間 如果大家真的 很有心機 想說 找一些時間 就 自己稍後再找 但是 譬如我錄了一些時間 就是30分36秒 你看到武女 在這種路線右邊 他沒有選擇 被對面圍著 如果前面有 全球路線的選擇 他可以折個直線給他 或者是 那時候右閘上來 或者是 攻擊中場的吳希 或者是 前線的 張玉玲 可以幫得到他的手 他就不用在那個時刻 回到後面 另外 下半場47分11秒 你看到張林鋒的站位 因為現在現代化的 閘位球員 是不應該站在那個位置 我沒有圖在手 所以真的要麻煩大家 找回那張圖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說了這麼多中國隊 不如說說日本隊 日本隊 也不可以 不提他們 我是很想快點進日本隊 是啊 我真的想快點進日本隊 問三馬 先問一些日本球迷線 你覺得 森保一現在這套組合 應該是不臨沒 有伊東尋亞的 好fit 那種fit 我覺得 對於日本兩邊的逆風 都要加強 就是 因為你那個4-3-3陣式 中場那三個 接近不太太上 或者是後掌支援 前面那三個 變成那些 商戶之間的 穿插的走位 怎樣換位置 或者有時太平勇雅 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要拉出來 去負責做一些策認 那也是很重要 但是 日本其實 比賽頭半段 這方面的效果 不是做得很理想 去到下半場 即是去到下半場之後 才慢慢有改善 特別我記錄了很多時間 36分56 37分51 40分08 43分28 因為 全部都是十幾層尾段 是啊 那就是開始 看到 這幾個時段 就是說 日本隊的進攻路線 比較側重在右邊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左邊長後右刀 那個左閘位 即是那個左閘位 不太太上 而且就算上 呃 以他的風格 也未必說 下下會落地出 不過寸勝時局他就會 嗯 但是 現在你也知道 連擊一把 所以我看到有些球迷說 為何還選他啊 而結果 事實上 你看回中山雄大 出來之後 就是他直接了當 左邊的傳中波 嗯 就被他找到一個助攻了 嗯嗯嗯 嗯嗯嗯 所以 明顯地 這件事 如果你繼續出場有多的話 那 就要留意一下 嗯嗯嗯嗯嗯 前田大言不容 啊 跟著另外 就說 你變相 日本網友說得好 即使被這隊西波入倒政賽 都只會慘敗 以及對球迷造成精神傷害 那麼日本的網友攻擊起上 都幾毒 但是 心補一帶隊 就是講到日本的 進攻欠缺變化的那個問題 還有其實 就是 我們都講 你對中國 喂 對中國而已 心補一自己都講 我們比賽的強度 他對沙地的時候 會再提高 但是照對你 如果你說這場比賽的強度 都沒有沙地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是可以 嘗試放膽一點 就是在用人上面 可以 給多一點的變化出來 這邊Jason匡都說 歐村瓦也都沒有份 嗯 對 我想你看整個 外圍賽 就是現在 譬如你過往幾個日本 其實都是社會的 亞洲區來講 都算是亞洲區 都是常客來的 但是現在的排名其實是 要跟澳洲爭 這個副加 即是隨時會跌到副加賽的位置 對 第三 所以 看到是一個倒退 從這個外圍賽的成績上已經看到 我覺得 森保一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都仍然還在位 就是由世界盃 世界盃 世界盃打後 就是2018世界盃 其實都不 就是 怎麼說呢 至少我想還有些 有些亮點可以看一下 但是由 那時候世界盃之後到現在 其實都講了這四年 尤其是我想是近來奧運 最近奧運 其實森保一受到的攻擊是非常非常之多 就是 是不是看回 橫顧一下日本選擇教頭那方面 各樣東西 就是這麼缺選擇的呢 那 不要說近來 其實可能對上個人11月那時候 最新的國際賽的時候 已經有被炒危機了 已經有落味了 已經是 真的 但是日本是不是真的沒有人選擇這樣呢 唉 我不知道 其實這方面真的想問 尊其前鋒那位教頭 鬼木達 其實 有沒有機會會 接手成為博家隊教練 應該就不會臨危壽命的 我想可能 現在看日本的那個勢 就應該可能 看來近對 沙地 對澳洲 但是可不可以 滾過這兩關先 但是我想 看日本的出線 就是 形勢這麼問呢 我想 就 我都很多年沒看過了 是 不過平衡原來這一組都強的 其實沙達拉白是進步了 我記得之前 國際賽那一陣子 我都點評過 都跟大家介紹過 沙達拉白 都是 在這一組暫時 站穩榜手 都是有說服力的 因為就換了一個教練 所以 連拿特 把他在非洲 之前在北非教的 幾隊國家隊的踢法 套回沙達拉白 加強了防守之下 沙達拉白 在這一組 我覺得是挺有說服力的 但是說回日本那裏 我見到朋友 是不是 Torres Torres媽 說南野都能踢得掙扎 那麼 南野通常這場就踢 左翼 這通常是右翼 其實 譬如48分05秒 有一下 就令到幾個人長身 就是大腿用力拉出來 然後兩邊翼 就壓進去禁區 就是多一些這些後上 支援下的前鋒 提供多一個全球的選擇和接應點 在禁區裏面 給另一邊的球員 有些傳中波 那禁區裏面 自然就不會令到大兵用力 那麼鼓掌難明 是 那這通常也其實 他 如果你說論 Style 南野托實金牆 就多在中路 就是說 不只是在左邊活動 也多在中間的 好了 但是剛才我講過 為什麼日本那麼少用左邊 就是因為南野進來中路之後 場地也不太想 所以當你的隊友看到 那邊左邊沒有什麼人 就自然被伊東常也在右邊搞 這一點也很容易理解 所以伊東常也有看到 他開始慢慢 比賽時間越來越後之下 他也多了中間 可能意識到中間 不可以只有一個單戰後 無論你說大兵用也好 後備換出來的前田大人也好 所以這個日本在進攻上的變化確實 是要再想一下 如何可以多一點煩惱 以前看 以前是很粗略地看JLIT 好的 我是很粗略地看的 因為 譬如 我想如果有看JLIT JLIT的球迷 你會留意有個教頭叫長谷川茂里 是 因為他的名字實在非常非常之容易 茂里 但是兩個教頭我覺得是 一個風格上面是一個 幾明顯的分野 就是 心保一 我想他帶球會體系 他是打得OK的 如果我打二十幾輪聯賽 你說帶一隊球會去做這件事 他是OK的 但是回到國家隊 其實回到國家隊 其實回到國家隊 對體系的要求商 他們比較薄弱一點 不是說這麼高要求 這方面跟心保一的工作 我覺得是挺大的一個合約 心保一可能他帶球會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國家隊的那個場合 如果真的說用人 臨場調整 布置等等 我想就寧願找長谷川茂里 多一些 日本之後 我想 日本不是沒有人的 雖然經常說 其實可能有些關鍵位置 可能還在爭取一些東西 譬如可能是 前面你可能要有一個穩定一點的 一個 那個產品好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 日本的那個質素 和日本表現出來的水平 是不應該去到這麼穩 尤其是說臨場調整 這些地方 當然我覺得都是心保一的約項 那是不是經歷了之前 一系列的教訓之後 日本真的要認真想一下 找一個和心保一 稍微調轉一點的教練來帶呢 所以我不知道國內那些 有哪些是對用的 就是說 如果你想找回日本人來做教練 我也不知道怎麼用 但是這一刻 我又覺得 應該不是這麼傾向找外籍主帥 不要啦 真的 各個國家的國情都不同 不一定要請洋帥 是會比較好用的 真的 不是 早前那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 這段時間 我覺得 如果日本本身都有一系列 就是像小仁所說 你好小仁 就是 有一系列的本土球員 是不停地喝上來的 但是有一些小孩 其實在外國 就是流洋的 我寧願找一個本土的教練 來帶他去整合 就好過你 再勉強去找一個外籍教頭 我覺得 雲爺爺教日本 我覺得雲爺爺不是不適合日本 但問題是 雲爺爺現在做的工作非常高層次 嘍 大哥雲爺爺已經推動兩年一格勢一貝 雲爺爺已經推動兩年一格勢一貝 就是之前推穿這個 好猛的 穿拿進行平智四 木雲爺爺人這樣的案例規則 是不是很隨便 現在雲爺爺 doctrrogen 他不會口令去國家組織 那麼 limon Twam 所以 我覺得 日本如果真的是找教頭的話 那也能提出幾個人選吧 鬼木 還有成福浩 剛才說長谷柱茂利 我覺得都可以選擇 另外Stan Peter 說 三浦淳歡都不錯 直接收藏神戶勝利船皮 老實說 日本J-lead 我都比較少看 我又不太知道哪些是有好評 真的要靠朋友補充一下 日本對中國 我想講了這麼多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重要的課題 說少說國際賽 這個禮拜也有消息 挺搞鬼的 我們想不到中國對日本可以講四十幾分 為什麼不可以講四個小時都可以 其實老實說 可以再講多一點 不過已經淪為出局邊緣了 我們不捨得國足 老實說 我也是很以事論事的 你也知道我看球賽的取態 為什麼我不會留意越南 或者不會好點留意越南 敘里亞那些 就是因為 或者洪都拉斯薩爾那些 就是因為 你最接近的2022年世界杯 你不會見到這些球隊 所以 所以 為什麼要花時間去留意 可能你要再下一屆大賽才看到他 因為一兩年 兩三年後的事 你到時下屆的外圍再去留意 也未遲 所以中國 說真的 這場之後我不會再看了 有什麼意思 這個是心態 不是說什麼中國還是什麼 這個是基本 我想 你現在的時間有限 還有我們也不是說 舔不舔 你知道我們立場看了這麼久 對不對 說真的這些事情 有時候 四百多天才說一節 就是要 之後也會說 以後都不見 那時 想分立定 其實很簡單 你當它是其中一隊球 這樣看待 這一集 那首先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很愛國 外國這些人 不用經常說出口 是不是 沒有說舔不舔 但是你說中國 對日本這一場 我覺得是這一種 差不多 也是這個禮拜 也是這一輪的國際賽 最代表性的比賽 你不說 剛剛踢完 剛剛踢完 誰都不說 當然要說 那國際賽 有什麼焦點可以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SEN有些新聞 分享一下 不是因為 我知道你 飛了一杯就留給你 星期一就再說 但是 剛剛那個禮拜 剛剛過幾天這幾場 十六強 都有些事情可以聊一下 例如呢 例如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記得賽前 我們講過的分評 飛了一杯的時候 講到FORMOLO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講過 我特別提到這一隊 為什麼我會有印象 或者什麼 就是因為那時候玩FM的時候 有一個球員 他是這個國家隊的球員 所以我認得他 是 嘩厲害了 這個就是阿佐澤 那阿佐澤他做什麼呢 剛剛十六強那場 如果大家有看客蜜龍對FORMOLO 其實就是因為 TOMOLO 勝選後備的門匠 都感染了疫情 另外一門匠 上一場就受傷 所以三個門匠都不能出 之下 這位左閘就嚇全門匠 全場 其實老實說 我本身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 我想一般都是找一些 高大一點的門匠 是啊 米七的 當然啦 我上集也是那句 什麼奧斯卡普雷斯 米七二 不是說艾仔門匠不行 但是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人選呢 那我也不知道 球員的特性 艾仔門匠 也不是的 艾仔門匠有很多好的例子 都有 但是這個選擇都是出人意表 原來他本身是一個長居阻集 但後來因為重傷關係 就好像失了正選位 現在就好像前幾場都沒有出 總之他就失了正選位 於是就找了他來搜尋 想不到效果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有些畫面都很搞笑 譬如有一次滾在地上 就用錯手 如果用正常門匠角度的話 他的手法很不正宗 接著呢 還有一件波衣 那波衣 他故意貼回號碼上去 貼回號碼上去 我很想搖 那件衣服 原本那件衣服已經有號碼 但他故意在上面貼自己 再貼手工錄 真的是DIY 看看Adrian有沒有機會找到 給大家看看 這件衣服很頒匯 對 對 他手勢又不太正宗 的確他不是一門門匠 還有一個位置 是應該用手或腳 總之整件事是很娛樂性的 整件事是很娛樂性的 但他又沒有什麼出事 其實輸了兩回事 嚴格來說也不關他 不可以賴到他 至少不可以賴到他 Huls哥沒有E 沒有ERROR 還有他對著 對著黑龍前鋒 Double Save 那個Double Save 阿布巴卡 對阿布巴卡 那個Double Save很漂亮 他全場四個Save 加起來 那四球 HG OC有成1 1.2 差不多 一定是1.2 所以他的表現其實是OK的 行了 監製已經找到一張圖 出來 展示給大家看 你給大家見證一下 大家看看這個國際賽 一定是 因為我想未必有很多球迷有看這場 還有可能很多球迷很早已經搶電視 因為其實科摩羅這場的難度就是在於 除了你說找Outfield Player 找長區強做龍門之外 還要很早的階段 踢小哥 但是其實 因為這場我是看重播 我昨天才看重播 我看到有些球迷 因為我早已知見過 但我看到很多球迷就說 科摩羅打得好 我心想不是吧 因為科摩羅 老實說我在分組賽看了兩場 對加納我看 但加納那場他們是多加納一個 但是都要領先兩球之後被加納追和 然後第一回 我又中了招 他們第一回 我忘記了 我稍後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第一回我買了科摩羅不敗 投注 結果就輸了 我心想 真是 激死了 是這麼雞的嗎 我知道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你說對著主辦國這麼厲害 我後來看重播 又真是厲害 組織到很多埋門機會 XG多少 那我就不知了 Toto就不記得了 但是 比如說 一隊可能是新丁的球隊 還有可能大家的排名又不是高 或者期望又不會太大 但是踢出去其實和泰文龍都不是差太遠 真的 就是在踢小個人的程度上 你輸一球很有交代 真的 我第一回是對加鵬 查看 不過加鵬我試後看 都打得不錯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趣 另外講到紅牌 Same有沒有留意一個數據 就是淘汰賽暫時的紅牌 是嗎 頭幾場都是全部紅牌 是 ToroSame說 嘩 這場一場都是紅牌 原來紅牌的數字是多過歷界 歷界這麼多屆的上屆的總和 是啊 有一兩場有兩張 而且這些紅牌我發覺很多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 看回VAR 然後看到你的鞋釘印在對面的竹畫的位置 然後VAR查看 然後給你一張紅牌 很多槍都是 看回就知道 不是我騙你 是 起碼他做到一個 是保持到一貫的穩定性 都是 那你都出去不穿 是 牆都三五近 那你沒辦法 也都是公平的 大家都是公平的 是 OK 算是難得的 非洲的球證 或者是BAR的執行 另外有些球迷 又不斷把焦點牌 一拜你 說拜你的頭髮 發生什麼事呢 噢 他是第一輪對著科學迪雅 不是 他之前 他第一輪對科學迪雅 他是第一輪 不是 他是第一輪 你知道這陣子 看太多的國家 整個都混亂了 你就知道 你都混亂了 很多人都搞不定 第一輪分組賽 對著 哪一隊 我都不記得了 看完 我先檢查一下 對這個赤頭肌萊 對赤頭肌萊 真的 他弄傷了頭 所以就包住 結果 昨天就因為他的 no look失業 是 其實打得好的 老實說 但這件事很敗利 他霸九分鐘做的事很好 但那一分鐘是可以抵消他霸九分鐘做的事 這件事我敗你 這件事我敗你 或者我不知道是否要形容他 你知道他的風格很喜歡 很冷靜 很cool composure 很高的 他composure 高? 就是你在後方 他冷靜地做狗的事 你想清楚 有時候他的形態 在後場 都比較冒險 帶出重圍 他的樣子很冷靜 但在做的是狗的事 但結果射十二碼 也想走回這套 我們不可以播片 可不可以口述 說回發生什麼事 進了一張圖 十二碼這一下 對 你描述一下 總之他一下 叫做no look 然後門將拍到之後還沒 那個十二碼 就是輸他這集 感覺就好像 有點像什麼畫面呢 男兒當入瓶裡面 有一幕 櫻木花 就要射罰球 然後他第一次射罰球 然後想到一個 好像很帥的動作去射 然後就是空氣 拜利做的事 我覺得拜利的那個腦袋 其實跟櫻木是有點像 可能心裡面都想做一些很帥的事 但其實很多時候 型和櫻木都是很一線之間的事 拜利給我的感覺也是這樣 其實他是有潛質的 不過問題是 他的腦袋經常想做一些很銷售 很帥的東西的時候 最後都是向櫻木的方向來走 沒辦法 但作為萬聯的球迷 再加上他的名字 叫Eric 我也對他有幾分同情 有幾分鍾愛 不要這麼說 飛周波 Sam還有什麼補充 或者飛周波 因為下星期我們都會說 因為下星期就踢完八強 到時再跟大家說多一點 再給你 兩回合就描述一下 這麼精彩的層面 就是大家錯過了的話 都可以知道一下 是 再更新 不如說一下 剩下十分八分鐘 都說一下 州份到底發生什麼情況 因為今晚已經有了 亞洲區 和北美洲和南美洲區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非洲那裡 其實 剛才也說過了 這個星期會 會踢完八強的四場球 然後下星期一 我們就可以說一些 四強的 或者決賽 那些 昨天就抽了一籤 就是 說的是 世界杯外圍賽最後階段的 副加賽 就剩下五場賽事 五場比賽是勝方 就可以晉身 年尾的世界杯決賽 其實十隊球裡面 有九隊 都是有踢 非洲國家杯 剩下那一隊 就是江國民主共和國 現在的教練 就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古柏師傅 咦? 咦? 國際米蘭那位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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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原來還有公開的 還有公開的 哇 我上次 我記得古柏教的隊 是哪隊 是埃及 埃及 他就是來了 非洲教波 現在就去江國民主共和國 其實 你看看 人腳不是差的 麥班巴 馬蘇阿古 富咸基巴勞 卡古達 屈福特 剛剛去屈福特的卡因比 光頭腦房中 接著是寶拿斯 巴金堡 巴金堡 又回來 歐洲主流聯賽 有經驗的 麥寶卡尼 也在 奔福特的韋沙 雖然很多都是 有些都是入籍的 或者轉籍的 但這隊 非洲來說 應該都上到一線 接近的 二線頭一線尾 最糟糕的是 對上兩屆 非洲那輩 我看的 都踢得一般 今年直球 連門檻都入不了 24隊 是 24隊都入不了 所以 都頗強差人言 看看可不可以 有條件爆啊冷 有股拍 都有些名氣 非洲就這樣 北美洲區 明天都說說 因為有一場大戰 是 1月30號 加拿大對美國 嘩 必體 可憐精選 因為加拿大 如果本身是亞迷 聽一下介紹 Jonathan David 應該都拿來看下版 Jonathan David 是說這一輩子 年輕的來講 有前側的 戰風 還有 如果這段時間 沒什麼看球 很多球迷 記住 阿朗索達維斯 是不能上陣的 是啊 他的心臟是 什麼情況 好像還在等醫生的報告 還在等醫生報告 還在等醫生報告 暫時還未知道 大家先看著 Jonathan David 加拿大來講 發甲似直射手 僅似賓耶達 另外 這個1月份 下星期一就會講轉會 這個1月份 對於加拿大足球 有兩個多重要的轉會 那兩次呢 習偉強的拿里亞 就去了森林 諾定岩森林 另外有一位防守中場 尤斯達基奧 就去了波圖 他本身也是在踢普超 踢廢利娜 但是波圖 你也知道 自西斯哥安拿 去了西維爾 沙召奧利華拉 就去了羅馬 所以沙召奧利華拉 雖然今季也開始 淡出了正選位 但是這次 帶波圖 找回一個代替品 就是找一位加拿大的國腳 美洲金杯我也有看過他的表現 都不差 所以 喂 加拿大的球員 咦 是不是多了人留意呢 還有 的確真的 很多 我之前都點評過 絕對開始要留意 所以加拿 美國也要留意 因為其實從足球的發展來講 班圖 加拿大的球員 其實很多都是集中回踢 美職聯 也是 但是 但是 美國對加拿大 有少少的感覺 都是 幾次打比 雖然 你說美加地區 就沒有這個 相對的概念 但是 其實始終 美國球員很多 加拿大球員很多 都是在美職聯的背景 或者是在美職聯的環境下 引辱 所以 這場我想 可以看看美國 你提供的資料 有強調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美國現在都很年輕化 是 很厲害 美國現在28個入選球員 裡面有17個 都是24歲或以下 17個 而兩隊的球員 有機會是 這個 我們接下來 我們這個世界盃 是2022年 今年 其實可能有很多人 都還沒想起 糟糕 原來是今年世界盃 簡東拿去親自呼籲 叫大家別等看世界盃 今年 但是不說 不想起 今年真的是世界盃 好像沒什麼感覺 會不會是因為 我們心理上覺得 不是夏天就好像沒那麼近 是因為年尾 所以我們好像沒感受到 世界盃的味道 通常是隔兩年大賽 因為去年有奧運 有歐洲那一杯 通常是 但去年的東西延遲了 到今年 所以變成這樣的狀態 沒消化 沒消化到 我想不只是沒消化到 再加上 就是世界盃傳統 當然是去一些好玩的地方去參加 好玩的 是啊 很少玩的 卡塔爾有沒有玩呢 卡塔爾也好玩的 卡塔爾玩出汗 不知道啊 你沒去過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 去玩一下泥沙 我想氣氛不太好 但是其實你說 2026年世界盃 就是美國加拿大 有份合辦的 是 金銀麥西哥 沒錯 你說說說 那時候 擺得明是 有景觀的 一定定兩屆世界盃 專賣過 你想想 哪裏都會這樣玩 明顯是 明顯是 大家想到 分贓的事情 才會這樣做 其實這一堆人 美國和加拿大的 這堆球員 應該是四年級世界盃的真正主角 因為我們現在都經常說 美國的足球發展 走得很快 加拿大的部分也是很快 接下來 下個MAS又有新隊 2026年三個主辦公司 Come C-U-N 加拿大USA 墨西哥 Let's come 很吸引的組合 很吸引的組合 美國幾乎青春風暴 不用多提 加拿大還有幾個講漏了 車路士球迷也留意 因為有位叫E基烏寶的球員 你應該會認識 英國人出生 23歲的前鋒球員 已經入職做加拿大國腳 另外我很喜歡的布查蘭 就去了布魯日 已經去了布魯日 因為夏天那時候已經轉了會 但是借回去美職那邊 話說回來 今晚有一場比利是聯賽 榜首大隻 布魯日對聖基萊斯聯 如果你不想看國際賽 不妨看看這場比甲大戰 領導事員 我所說已經轉了會了 布魯日的領隊 是嗎? 轉了去哪裡 先找回 但我之前也看過 總之報收大戰 另外 反而墨西哥相比之下 其實他們 這次28個入選球員 裡面有24個 24歲或以下的球員 只有9個 少於美國 一半 所以相對之下 我其實有點擔心墨西哥 的換取情況 這個就是我這一刻覺得 看看會不會 兩三年前 讓他們有機會重整 其他對巴南亞人腳所限 哥斯達爾加重建 牙馬加 鄭容北正 包美的兩隊 薩爾瓦多 洪多拉斯 形勢上更難 所以北美洲區 暫時是這樣 南美洲區 都有一些搞笑的事情 剛剛檢查了 Kleinman去了摩納哥 摩納哥 OK 好 繼續 講到南美洲 巴西和阿根廷 固然我不會看 因為 踢少其他的八隊球 一輪都肯定出線 阿瓜多爾落後 給第二位阿根廷六分 又領先第四位 高聯兵六分 所以阿瓜多爾應該 都會是第三勢力 還有四輪聯賽 剛才阿Sam說了 第四位的哥倫比亞 到第九位的巴拉圭 即是尾爾 相差四分 有排鬥 所以都沒有什麼 起碼推介 因為這些 全部推介 全部你喜歡 起床吃早餐 我明天就記錄了7點鐘 巴拉圭對烏拉圭 為什麼要看烏拉圭呢 因為我們喜歡的 敬重的達巴利斯 終於走了 不是走了 你說到這樣 哎呀 嚇死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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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們找來的教頭 迪亞高阿朗素 都是烏拉圭人 因為去過巴拉圭 去過墨西哥教球 上一份工作 是國際馬雅密的教練 也是國際馬雅密創會史上首位教頭 所以就是烏拉圭 後達巴利斯年代 當然要留意 好像挺帥 之前看過照片 也是 西裝骨骨 另外 選人那方面 我也想說一點點 這次烏拉圭的點兵名單 選了一些成名很久 但一直都沒有什麼機會入選 或者上陣 但是又在歐洲四大聯賽 正在踢中 或者踢過的球員 包括基達菲有兩個 達米歐蘇雷斯 入選 但是未踢過 馬菲亞斯奧利華拉 左閘球員 未入選過 卡比拉 愛斯賓羅的中堅 未入選過 但是其實他們 這些球員在西甲 很多年了 我不明白 為什麼 一直都沒有機會 在國家隊上陣 另外 另一個在西甲的 萬聯球迷也要留意 第二是帕利斯哲 其實他表現得一般 也不是球會的正選 但是叫做 偶爾後備下場 有些個人盤帶 但是還是很幼暖 其他還有一個就是 尼高拉斯奧比斯 以往都是踢過羅馬 樣子有點像迪生道 哨哨地牙 十九歲去到羅馬 之後在西甲也打不起 我以為是在蘇亞雷斯 現在就28歲 這些都是中生代的球員 所以這次烏拉圭選擇的球員 我覺得都挺新鮮的 但是問題就是 達巴利斯做幾年都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選擇 帶你來來去去 甚至你說戰術 踢法都是這樣的時候 最後 我覺得離開這個稅位 都已經比時間 遲了 比完領時間遲了 儘管看看這一層有什麼新的氣象 講到教練 就要講到這個 有很多回憶 拍卡文記得嗎 當然記得 阿根廷和哥倫比亞都教過 原來他剛剛在年尾找到一份新工 就是教委內瑞拉 72歲 好了 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72歲大委內瑞拉 畜業跟他簽5年 哦 嗯 我真的還沒見過一個 這個年紀的教主簽5年 這麼誇張 但是畜內瑞拉 就應該沒得出線了 不是 有些人很長壽的 什麼 120歲的 混蛋 是 不過我沒想過 那些畜業會是 簽這麼長的 不過你講講一下 其實真的 不要救那些嬰兒潮西代鬥 混蛋 大家都70歲 當然是學術的 還有一個公開的混蛋 就是 年輕人記載到上位 吃屎 好了 不講那麼多了 巴西阿根廷最後也要講一點 講一些球員 就是 你既然不想留意這兩隊比賽 就留意一下個別球員表演 例如巴西 古馬利斯 準備去劉卡蘇 這個總編可能下星期會和大家補充 另外阿根廷 祖利安阿華利斯 都成全會去到萬成的了 好了 不過呢 焦點就是 一百年小的杯 大家記不記得美沙 嗯 又來過嗎 又入選了 正正就是 一百年之後再入選了 記不記得 乖不乖乖 讓大家記得起它 世界杯的極品 讓大家記起它 是啊 不過當然 現在只是29歲而已 還有三四年後 他會不會 開竅大器曼城 看你就知道了 剛才你說了幾宗傳會 我也有宗傳會分享 是 話說其實 你留意很多非洲足球 可能講一些熱情 色彩之類 其實亞洲足球是一些特點 亞洲足球的傳會 特別奇怪的 那些拍攝 我們流浪當然出名了 我們講過好幾次了 茶餐廳拍攝傳會上 但剛剛這個南韓聯賽 KL 有一張相片也挺有趣的 在油站 加盟照在油站拍攝 但這個球員是甚麼國籍呢 這個就是瑞典的中場球員 Jonathan Ring 他就加盟了這個濟州聯 濟州聯 濟州聯出了一張 公司加盟的相片 就是這一張 首先不要評論他表情 可能開心 但他是拿著一個 入友的 體育機旁 這就是他公司加盟的相片 但是濟州是 出名的油站 不知道 可能跟油站有關係 但這張就是他們公司加盟的傳會照 是不是跟流浪有得揮 等等 這件事很有特色 但我覺得沒有那麼 你明白嗎 他拿著這張照片 你先留下他的表情 他一擠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但是廣東話我們有加油 可以吃到的 他可能會照顧廣東話的球迷 但你也看到聽眾也看到的 他的樣子很難無路 我也覺得是 因為他可能不明白 我沒試過轉換會 轉換一個新加盟球員 去油站拍照 他可能以為自己入油 認錯了工 對 但真的要檢查濟州的 不過可能是贊助商 講一下暗糾的 濟州以後出名的 香港 在大陸 有很多人去濟州 做一件事 是甚麼 考車牌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是很暗糾 他考車牌怎麼考呢 上午上完課 下午就讓你考 然後就拿車牌 叫做比淘寶牌 但當然之後 香港是拼了 沒得這樣吸牌 因為吸牌 就是這樣 外國考完的牌 然後回到香港 就可以交換 他有些國際認證 當然很大的漏洞 你明白嗎 然後就拼了 不讓你這樣玩 但濟州都很出名 我不知道關不關這件事 剛巧是跟汽車有關 不知道有沒有關 如果大家知道 就可以補充一下 為什麼 我相信是贊助商的關係 SK Energy SK Energy 大家贊助商 SK Energy 對 Petroleum Alternative Energy SK應該是SK Telecom 大財團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飯 對 對 而且本身SK Energy 的母公司 應該跟LG有關 大家想到那個關係 有趣 去油站拿著入油 這樣去拍照 是不是有特色 所以亞洲也有特色 OK啦 但起碼 這也是一個好的營銷手段 不浪費一個好的營銷手段 我覺得不可以跟五星茶餐廳比 五星茶餐廳是怎樣的一回事 事情是很即興的 那種即興是很香港求譚的 即是監製找回那張照片出來 曾幾何時 你雖然找我吃飯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約茶餐廳 我說為什麼 因為 即是當假設 我 即是當假設看東西高山 就請我吃飯 這樣 我也想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收到一篇稿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一試一下 拿張帳過來 接著就拿茶餐來做背景 我想向這個當年的 即是當年的 即是當年的照片致敬 這樣 對不對 很過癮 想當年 香港之光 廖國民吹到青州聯 和紅鑽戶牛 濟州聯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 五星茶餐廳搞這麼久 都未贊助流浪 那間店 那間店 OK 嚴格來說 我記得那間店都不是 即是怎麼說呢 監製一會兒找那張照片 其實都不是五星 你一間來 是啊 但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找那張出來 是啊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阿古老回來了 哈哈哈哈 回來了回來了 咦 左邊開是不是 Rambo 有沒有看錯 真的 哇這張 這張 經典 真的 這張 真的經典 是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話說 最近Rambo 就進來我們 嗯 也要說一下 說不定他會讚 見到 他會聽廣東話 但他見到張圖會讚 那也是 是 汪 Chris就說 記得去韓國 有這間電訊公司 SK的電訊公司 喂喂 我跟高先生 曾經嘗試駕車去附近找 找不找到 撿了 糟糕 實進去拍照 真的 還有那時候還沒流行Twitter 你嘗試這樣放出來 然後播放Twitter 然後又紅 我覺得這張那種混味 還有那種即興味 草筋味 我幾樣東西混在一起 在Twitter爆紅的機會 比剛才那張更大 所以可能是跟他致敬 沒錯 Sam Peter也說 其實後面吃飯的哥哥才是重點 所以不如以後的照片 全部都用業餘來包裝 即是用這些角度來包裝 不排除真的在引領潮流 是啊 我先同意一下 這是一個草筋味的標誌 就是這樣 這隊天光隊 這次差不多了 補完吧 剛才你說的領隊 七十幾歲 今個禮拜大家都知道 不福特就找了一個學生 七十四歲 我在群組也分享了一個貼文 說了一個有趣的資料 但網上有幾個都是分享一下 我分享了一個 他是六任領隊以來 他上一次作客的Clean Shades 是六任領隊之前的事 有幾多球迷就補充一下 還有什麼資料呢 就是 福特對上兩個領隊 他的年紀加起來是大個球會 哈哈 兩個加起來是一四四 我在想六任領隊前是誰 早選六任 是贏了寶珊比林那一場 真的嗎 你可以說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樣數 然後有人就說 自從學神出生之後 他是他自己 是福特演唱了四十八個領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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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就說 下一場 如果作客贏球 是在學神代言之下出現的話 他就會連續 六場 是下六個不同的領隊 即是福特現在 對上五場的 都是下五個不同的領隊 嗯 真是很棒 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福特可以 如果學神贏得下 就連續第六個 所以 所以 剛才你說的 福特上一次的領隊 就是 Piersons Piersons 中間就是Piersons 接著Moulins 做過Kairtaker 接著Ivish 接著Moulnos 接著雲尼亞里 接著Hodson 六個 哈哈 所以 有很多網友的分享 很多很有趣的數據 大家可以找一下有趣的 不如你批一批 學神會不會是今季 屈福特最後一個教練 嘩 這個問題有趣的 我覺得屈福特是很難再請到 多一個教頭的 我批了 嘩 很難了吧 現在你都 一月尾 去到之後你救不回 那怎麼辦 你再請多一個預備下季 不奇怪 有什麼做不出 還有一個 原來學神的年紀 是被 Burner Bale 即是黃馬國球場 Burner Bale 即是黃馬國球場 在大一百二十七日 哈哈 這件事很精彩 好 真是 那愛華頓未必請VP 當地球迷出來暴動 這個剛才也提過 說回來 最後 愛華頓是否真的請VP 我們不知道 但有機會現在就說 要聊天林伯特 愛華頓搞成這樣 我覺得 作為愛華頓隔離街的 利物補求迷都應該高興 所以真的很奇怪 上次已經說了 不是單止領隊問題 很簡單 看回這個轉會槍 大家都知道 Luca Dean 是跟Burner C 不和所以走的 既然你決定 是炒Burner C 為什麼你要放走Luca Dean 你不排除下個領隊 其實覺得他有用 你又賣他 但是你又炒到 所以很多這些 很奇怪 難以理解的操作 其實就說了 為何他們這樣做成這樣 好 第一次我們又講完 世界一般為賽 講日中大戰 接著又講到國際賽的焦點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和Patreon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轉會市場 尤其是 講一下國際中協的新例 對於大球會的影響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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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